说到这个盘呢 就是春秋中期的一个标准期 我们有很多的青铜盘呢 有不少三组盘 全组下结三组的盘 但是这件盘很有意思的 就是三个这个人形的组 然后呢直接就在盘上 可能就是从春秋那个早期 就两周之际的时候 一直到春秋晚期这段时间 这个人基本就是这个 这个设计的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腹部特别扁 我们有的盘呢 这个腹部没有达到这么扁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有时代特征的 一个气型的一个装饰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盘齿纹呢 你看我们的盘齿纹做的 并不是特别的规矩 空间的设计的不是特别合理 这能感受出来 就是盘齿纹这种纹 是刚刚出现了 没多长时间以后啊 比较最初的那个状态 从这个布局上来说 我个人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四分圆 四分圆的一个主要的理念 把一个圆分成四分 这个里边的动物呢 都是四个四个四个 或者有的是八个 对吧 然后它布满这一圈的去设计的 包括它的名文的 名文是七片 再加上有的地方用鱼来补全的 也是一个八分圆周 就是四分八分圆周的方式 来去做构图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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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